水 生命之源 大气 生态之机 土壤 万物之根 环上旧账 不欠心账 水环境治理 我们一直在路上 打赢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让水更清 天更暗 万物更有生机 空气非常好 天空非常蓝 聚焦生态文明建设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源头上消除土壤污染 低碳中国 赢在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特别节目 绿色答卷 为您呈现一个新时代的 绿色中国 共建美丽家园 共享绿色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 六五世界环境日特别节目 绿色答卷 为您呈现一个新时代的 绿色中国 大家好 我是张静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 碳达峰 碳中和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 对外宣布力争在2025年 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城市 这比全国既定目标 2030年提前了五年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经济中心城市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方面 力争走在中国前列 去年九月份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在国际国内的重大场合 和重要国际会议上 提出了我们中国 力争在2030年达到碳达峰 2060年达到碳中和 碳达峰 碳中和 是党中央经过声势俗虑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是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碳达峰 碳中和 是一场硬仗 近一时期 碳达峰 碳中和 这样的词汇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碳减排引发了 公众的普遍关注 同时大家也产生了很多疑问 什么是碳达峰 怎样实现碳中和呢 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 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 导致气候变暖 环境开始恶化 人类的生存遭遇危机 冰川消融 海平面升高 洪水 干旱 红烙等 给生炭环境带来巨大的灾难 同时 生物多样性 受到严重牵扰 这使得各国都要在 减少碳排放上做出努力 对于中国来说 极能减排同样刻不容缓 所谓碳达峰 是指在一个时间点 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 达到顶峰 之后逐步回落 碳中和 是指企业 团队或个人 通过植树造林 节能减排等其他环保项目 来抵消温室气体的排放 实现零排放 以达到中和的目标 碳中和是长期规划 远景目标 而现阶段主要任务是 尽早实现碳达峰 在上海想要尽早实现碳达峰 自然离不开钢铁企业的减排 说到碳减排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钢铁企业这个排放大户 中国保五钢铁集团 是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 也是世界第一的钢铁制造企业 而位于一线城市人口密集 诸多因素同样要求保五 也要具备一流的环保标准 面对上海碳达峰的严峻任务 他们正在以怎样的状态积极应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电加热 微波的方式 然后烧出这种新型的烧结块 削减掉这个暗氧化碳的这个排放 我们实现了870万吨的暗氧化碳的减排 每年可以减排8670万吨 2023年实现这个碳大风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及消费国 2020年粗钢产量约10.53亿吨 占全球产量的56.5% 钢铁工业的发展有力满足了国民经济的需要 但同时钢铁工业也是能源消耗密集型行业 整个钢铁产业的碳排放量 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15%左右 因此对国内钢铁行业而言 目前首要显现的目标就是碳大风 要实现碳大风 整个钢铁产业都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那么作为中国宝五的旗舰公司 和国内钢铁行业龙头的宝钢股份 如何在碳排放上走出一条科学合理的低碳减排之路 减早达到碳达风的目标 也成为了整个行业翘首以盼的大事 这款白车身是我们为了应对全球的碳达风和碳中和 我们研制的一款超清新高安全纯电动的白车身 它主要应用了宝钢研制的新型冷闸汽车版产品 特点是强度高 可变形能力强 在保证足够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减薄零件厚度实现零件及整车重量减轻 减少材料消耗 减少汽车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 用这种先进超高强钢代替传统钢板 能让车重减少50% 百公里油耗可降低0.3至0.6升 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3% 什么叫机帕钢呢 就是这个材料的抗达强度在1000兆派以上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机帕钢 而机帕钢的使用能有效地提高强度 减薄厚度保证车身的重量 同时实现轻量化 那到2020年保钢生产的机帕钢是213万吨 那我们通过我们生产的213万吨 为钢铁行业 我们减少了这个车身钢板的使用 同时为汽车产用车身清了之后 它整个二氧化碳的减排 它的油耗低了 电耗低了 二氧化碳的减排进一步地降低 我们实现了870万吨的二氧化碳的减排 鲍平 今年47岁 1996年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的他 自从走进宝钢 便与汽车板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工作刻苦钻研 厂子里的同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叫鲍子 因为我毕竟一年365天 接近可能快到300天 我是在外面的 正是这种鲍子的性格 才让他有了今日的成就 鲍平先后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与钢铁打交道 汽车钢板已成为他事业的全部 我们一直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方面 做出自己的探索和研究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创新研发 引领低碳发展 这一家实践为整个中国 乃至世界 钢铁和汽车产业的碳达峰和碳减盘 做出我们宝钢人的贡献 做出宝武人的贡献 这里是中国宝武宝钢股份 世界上最大的取向硅钢生产基地 这就是钢下线的一个取向硅钢卷 这块板就是钢从上面切下来的 这个厚度就是0.18毫米 取向硅钢制造流程复杂 有上千个关键工艺节点 被称为钢铁中的艺术品 它是电力传输中必须的尖端功能材料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 中国的取向硅钢产量 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42.96% 其中高磁杆取向硅钢 更是占到了62.86% 你看这个硅钢 精力是相互交错的 但是它实际上都是沿着 这个炸相方向上在生长 这叫取向硅钢 那么它其实就是宏观精力 它从最小的 从最初的0.02毫米 经过高温退火 生长到30到50毫米 那么可能在一般人看起来 它并不漂亮 但在我们眼里的话 它就是宝贝 取向硅钢是一种 用于制造变压器的专用材料 取向硅钢在实现 输配电过程中的损耗越低 越能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 以宝钢圆区内 110千伏的变压器为例 使用0.7瓦损耗的 取向硅钢变压器 虽然购买时 比常规变压器贵了40万 但每年节约的电费 可达25万元 以变压器30年的寿命算 节省下的电费 就有750万元 无形之中 也大大减少了对能源的利用 目前我国全网在网运行的变压器 在1700万台左右 如果这些变压器 每提高一个等级的取向硅钢 再使用的话 将节电 一年节电870亿度电 也就相当于是 接近于一个三峡的发电总量 如果折合成二氧化碳排放来说 就是每年可以减排8670万吨 目前在宝钢股份 从原料进厂到炼铁工序 炼钢工序 热炸工序 冷炸工序 以及最终的产品交付 整个流程都开展了 智慧制造转型升级 每道工序均有一条样板线 特别是在冷炸黑灯工厂 已经完全看不到 传统钢厂的灯火通明 首先我们来到 是C008黑灯库区 那我先把这个参观灯打开 这个库区呢 我们在2017年进行了改造 由原来的人工开的行车 改为了无人化的行车 为什么要改造呢 因为通过改造 提高了它的安全性 同时提高了劳动效率 通过改造具备了黑灯条件 在这座工厂里 通过信息化技术应用 实现了行车无人化 物流作业无人化 3D岗位无人化 大大降低了能耗 提升了生产效率 为了尽早实现碳大风 宝钢股份不断加快 各种创新型低碳 野进技术的研发储备 改善生产流水线 舍弃高污染燃料 全方位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 2021年5月底的一天 在宝钢股份的厂区内 一群研究员正忙着 对烧结设备进行调试 为今天的烧结试验 做好准备 由于铁矿石品质力度不一 为了提高炼铁效率 在传统高炉炼铁之前 都需要对铁矿石 进行烧结处理 从而为高炉提供更好的原料 但传统烧结 作为链铁高炉的前端环节 对煤炭的用量较大 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气体 通常烧结工序产生的二氧化碳 占全流程的15%左右 而李健所研究的微波烧结 则是通过电能来代替煤炭 解决这个环节的碳排放问题 这个是我们飞机成分 检测的一个结果 我们通过这个屏幕 可以看到 我们飞机中间 二氧化碳的含量是0.04% 一氧化碳是零 二氧化硫是8.4毫克美利帆 淡氧化物是12.4毫克美利帆 相当于这三个加起来 都不到25毫克美利帆 我们这个提出来 今年宝五要发布 宝五绿色低碳路线图 并且我们提出来 2023年实现碳大峰 那2025年我们要具备 能够减碳30%的工艺技术的能力 我们到2035年实现减碳 30%到2050年 这个力增碳中额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 快速的发展需要庞大的资源和能源支撑 而大量资源和能源的消耗 也会同步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进一步增加 要实现双碳目标 离不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将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十四五是我国实现碳打封的窗口期和关键期 随着绿色低碳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终将迎来一个峰值 而这个峰值也恰恰是中国碳排放的历史拐点 以地碳发展为驱动 力争成为全球钢铁业的绿色引领者 中国保五钢铁集团在行动 更多的上海企业在行动 在上海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里正在打造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碳中和示范区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021年3月20日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与崇明区人民政府签署 共建世界级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 预示着崇明将全力打造 据有世界影响力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碳中和示范区 崇明岛就像是我们长江河口的上面的一颗明珠 在明珠的外源就是有我们的潮滩湿地 在这个湿地之上我们生长的岩藻植被 那么岩藻植被比如说像我们上海本地的 这个芦苇海森林彪草 那么它具有很强的固碳的一个能力 那么在我们这个西沙在洞滩 它就发挥了很强的我们的生态服务功能 那么像这个芦苇 它一公顷的这个芦苇 它一年能够吸收到艾奥 这么多热的一天 是我们早上说 它是我们来讲的 这样的优在双方 urging大家 我们来说 我们一起来讲 我们来说 使用 祝 Emir 跟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 简直播 中复板下方水域里 是鱼儿在自由自在的油业 这里是13.5上海市新能源发电占比 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志性工程 也是上海最大的鱼光互补示范工程 现在最高发电量 一天可以发到88万度电 能解决崇明深崇明岛的 居密用电的三分之一 然后我们整个养殖肠的 这个光复发电 包括就是要鱼塘用到的增养 包括就是投喂料机 能全部用 这个又弄得了 这就是水晶구요 因为这边也没有 你俩朝我 很寂寞 いつ也就下跌了 这个好了 有点准确的 亚度 就不긋来 它的亚度 跟它相亚度 就不停 这辈子 这辈子 如果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生态岛建设供给更多的绿色能源 初夏五月 花开遍野 天空俯瞰 一只巨大的蝴蝶镶嵌在花博园内 犹如展翅的蝴蝶寓意蝶炼花 这是2021年花博会的主题现场 其中三栋永久建筑 复兴馆 世纪馆和竹藤馆最为引人注目 这是一个非常绿色低碳的一个建筑 它的整个薄翘的建筑非常的薄 薄到什么程度呢 它的混凝土的厚度 整个280米的跨距 只有250毫米 那么我如果打一个比方 可能大家就明白了 相当于一个两米长的桌子 桌子的厚度只有两毫米 那么同时呢 它整个场地里面没有一根柱子 而且整个建筑没有任何的建材去做装饰 非常好地体现了一种劫财的这个理念 2020年3月 复兴馆和世纪馆 已获得美国Val健康兼级中期认证证书 成为国内首个获得Val经级认证的博览馆内建筑 三栋花博会场馆用本色 彰显着绿色健康低碳节能的现代理念 在这个场地里面 我们所有的砖 所有的路面 它都是一种特殊的设施 经过场地的标高 我们在下面设了这个雨水收集的一些系统 通过收集以后排向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设施 同时我们把收集的雨水 还回灌给原浦作为这个灌溉的水系 同时它也可以充实我们的整个场地的路面 这个椅子呢是特别低碳环保可回收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目前最长的环保长椅 整个长洞呢达到156米 它回收了光明的利乐包装 通过高压的方式压制而成 那么回收了多少个盒子呢 一共有502.7万个 周静瑜向我们介绍 在竹藤馆的周边有1万平方米的竹海 它的存在使周围的环境温度下降了0.2至0.6摄氏度 另外在花博园的各个角落 我们看到了黄色的光浮太阳伞 光浮太阳伞不仅能让游客乘凉 还可以被游客的手机充电 在展会期间我们经过科学的计算 整个展区的碳排放量大概是在1.5万吨左右 那么我们也通过所有的这些树木等等一些碳源的一个碳的吸收 我们计算下来大概整个这个吸收的碳汇的量是在1.2万吨 那么经过这个平衡以后 我们大概有2000吨的差距会通过环交所的碳交易来购买 这里是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目前承担着全国和上海的碳排放交易工作 7年前一声罗响 让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在上海有了新的身份 让碳排放交易成为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的创新制度手段 碳排放交易是企业可以把碳排放配额当作商品 进入市场进行买卖的一种市场化机制 那政府部门把这个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 按照一定的规则给他们分配年度的碳排放配额 然后企业的这个排放如果说超过它这个配额的话 那它就会需要通过市场去购买 然后来完成履约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企业这个节能减排工作做得特别好 然后它的这个实际排放量是少于它的这个配额的 那它也可以把它结余的这个配额进入市场售出 这一天我们的记者正好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碰到了两家企业进行碳交易 根据交易所信息披露要求 无法对这两家企业的交易额进行透露 但是从双方交易后的交流 我们能够明显感到交易的融洽 过去企业在节能减排上的努力 更多是靠政策和市场倒逼 而碳排放交易则解决了企业的动力问题 企业意识到贴钱的环保 居然也能带来真金白银 积极性自然会大幅提高 碳交易的核心是通过经济手段 那个帮实现这个社会资源配置的这个最优化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 就是通过碳期交易所 就是把我这个就是过去的这个投入 产生的这个收益能够兑现 我觉得对企业是非常有利的 目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是我国碳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之一 数据显示 目前已有约300多家企业 纳入上海市碳排放配额管理单位名单 涉及钢铁 电力 化工 建材 纺织 航空 水运 商业 宾馆等27个行业 同时吸引各类投资机构 近400家参与市场交易 期间上海已实现碳排放现货品种 累计成交量约1.6亿吨 累计成交额超过18亿元 其中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量 占全国40%以上位居全国第一 据悉上海碳排放配额价格 自26元每吨起步 最高达到过49.98元每吨 目前约为40元每吨 假设某企业的实际排放量 低于政府发放的初始碳排放配额 省下了10万吨碳排放配额 那么按照40元每吨的市场价格 可以获得400万元的利润空间 按照现在国家的要求 我们全国碳市场的启动 应该是在6月下旬 现在据启动的时间 大概也就一个月左右 所以我们也提出了 要继续奋战30天 确保全国碳排放交易 顺利启动 全国碳排放交易的启动 也是意味着 中国的碳市场建设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记者获悉 上海市环境能源交易所 近期将面向全国开放 全国企业都可以在这里 进行碳排放交易 我们上海也在研究碳 普惠的那种模式 把中小企业 包括管大老百姓 这种绿色低碳出钱的方式 和我们上海的碳交易市场 能够连通起来 来鼓励大家 引导大家 引导全社会 我们让我们上海的 天干蓝 地干绿 水干青 让绿色成为我们 上海城市建设的 这么最动人的底色 成为人民城市 最温暖的量子 据了解 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碳排放 与家庭排放有关 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与我们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平时 能够多留意一点 那么碳排放量 就会减少一分 比如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室内无人随手关灯 纸张双面打印 不浪费粮食 点点滴滴 皆是减排 碳达峰 碳中和 需要全社会来关心支持 宝钢汽车板 一直将碳达峰和碳中和 作为我们的使命担当 我将和我的团队一起 践行碳达峰的庄严承诺 碳中和 它不但在我们的心中 也要在我们的行动之中 从简单的一时住行 到复杂的工业生产 我们的碳排放无处不在 从实现碳达峰 到最后的碳中和 都与我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度电虽然微股足道 但日进月累 就能点亮万家灯火 节约能源可以减少碳排放 加快碳中和 可以有效保护环境 美丽中国 我们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值得每个人思考 到今天为止 我们世界环境日特别节目 从水 汽 土 生态修复 生态相分 碳达峰 碳中和六个维度 为您展现了一份 阶段性的绿色发掘 而今后 环境保护 环境改善 还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 需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 根本性转变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